清衡君指着藏色送来的蓝氏被骗年度总结,指了一个小弟子道,来,给诸位读一读,看看咱们蓝氏的人都傻成什么样。 小弟子战战兢兢地拿起厚厚的总结,开头的名字就把他吓一跳,吃惊地看向清衡君。 清衡君尴尬地咳了一声,是以他没关系。 小弟子咽了咽口水,朗生读起来,清衡君一年间被骗135次,宾死85次,险些误杀32起,被骗银钱3246两,被骗法器三件。 蓝氏人一年间被骗321次,宾死124次,误听误信2,298次。 念到这小弟子忍不住看了蓝氏人一眼,卧槽。 然后又继续念,被骗银钱8131两,被骗法器23件。 大长老一年间被骗某某次,宾死某某次,偏听偏信某某次,被骗银钱XX两,法器X件。 二长老一年间,随着小弟子的声音,每念到一个人,那个人就恨不得羞地把自己埋了。 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,还能让人骗成这样,简直没脸活了。 一个时辰后,小弟子踩口干舌灶念完全部,向清衡君及众位长辈行礼后,躲到后面咕咚咚咚咚地连贯了两壶茶,才长舒一口气。 清衡君发表自我反省道,我们蓝氏站在高处站得太久了,总是拿自己的道德标准衡量众生,思想迂腐,行为古板。 三千条家规不但约束了蓝氏的行为,还约束了蓝氏的思想。 让有创新思想的子弟门生,因惧怕违背家规不雅正而不敢多想,不敢去做。 长辞以往,蓝氏有什么下场,不用我多说。 再做的也不蠢人,心里都有数。 蓝启仁也自我反思,道,我有错,我被仙门百家捧得太高,以为自己全是对的。 这一年间的见闻让我知道自己是个容易听信他人的人,我早请自罚,脱下蓝氏衣物,重新游历,见识一下真正的玄政大陆是何样子。 而且关于家规,我觉得有必要进行修改删减。 能让蓝启仁说出删减家规的话,可见他是吃了多少教训。 底下的长老也开始发言,有人道,删减家规,我赞成,有些完全是不必要的。 比如饭不过三碗,比如无端细笑。 有的弟子们生饭量大,三碗真的吃不饱,只能私下里偷偷吃点心打补,月钱都不够花。 还有人提出,还有药膳。 我们都知道食用药膳是为他人着想,可那些来求学的学子们很少领情。 又浪费了蓝氏的银钱,不如我们改变一下,为他们设为普通饭食,想要吃药膳的,可以自行跟食堂预定。 再有,药膳也可以改变一下味道,别让吃饭成了磨难,有为食为本的本意。 这位是被骗钱骗得最狠的一个,最难食差点吃不上饭,现在就看重钱和吃。 话题打开,提出的意见五花八门,清衡君让蓝启人一一记下,等过了年,就逐步开始改革,今年就从家宴开始吧。 清衡君还提出,改革势在必行,但隐藏身份的有力也不能停。 蓝氏和先祖建立蓝氏时的初衷渐行渐远,是时候从漂浮的云端上走到凡间了。 众人同意,并提出,每次游历后写出心得,在内部交流,以防同门在同一种骗术上再上当。 自此,蓝氏中人历练回来后,都汇聚在一起总结经验,写成笔记。 那厚度,简直可以出一本《姑苏蓝氏防片指南》,并且随着游历的人越多,版本升级越快,已出现5.0版本了。 藏色从守在山下的小鬼处得知,蓝氏学聪明了,知道隐藏身份,乔装改办了。 对此,藏色出了个骗术大全升级版,坑死蓝氏没商量。 蓝氏的单纯和天真在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中消失殆尽。 仙门百家在想像以前一样糊弄蓝氏是不能够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到了游历年纪的蓝西辰拉着聂明爵一起去的,受蓝西辰拖累,聂明爵的战况很是惊人。 清衡君特别坏心眼地把聂明爵的那份授骗报告送到了聂老宗主桌上。 把聂老宗主惊呆了。 知道大儿子心眼直,但没想到能被人骗成这样啊。 就连温若涵约打架都不去了。 打个屁打。 再打,儿子都成傻子了。 温若涵摸不着头脑,为少一个打架的对手惋惜。 人生真是寂寞如雪,本位他还想听长老的话,看看老孽的刀来着。 哎,好像清衡君那老小子出关了,姑苏蓝氏的人都知道,魏英是蓝湛的小尾巴。 蓝湛走到哪,他就跟到哪。 为了跟蓝湛一起上课,魏英特别努力地学习。 再加上他资质好,人又聪明。 很快就追上了蓝湛的学习进度,每日上课,修炼形影不离,并和蓝湛一起双双结单。 速度之快,惊呆了蓝湿众人。 为怕魏英目秀于林,封闭催智,蓝家把这件事给压下了,只说了蓝湛结单的事。 蓝湛怕魏英不开心,偷偷下山给魏英买了不少好吃的好玩的,只把魏英哄眉开眼笑。 当然,魏英也不会真的不开心,他的二哥哥向来优秀,值得一切赞扬。 蓝湛紧记葬色的嘱托,把魏英保护得非常好,也特别宠他。 虽然没到无法无天的地步,但在姑苏地界,魏英也是能横着走的存在。 魏英在蓝家自由自在,不用小心翼翼地看人脸色而活,也不用藏桌。 修炼快,修为好,脑子也灵活,经常灵光一现,发明出许多简单又实用的法器,符传,阵法。 就比如当年他娘藏色吐槽过的蓝湿禁止,也被他换成了新的护山大阵。 青横军等一众长老在里面试了试,差点就没出来。 谁要想硬闯,必死无疑。 蓝氏上上下下,对魏英这个未来的蓝二夫人满意得不得了。 尤其是管理财政的八长老,每每见了魏英都见牙不见眼。 这是金娃娃幽,谁敢说魏英一个不字,他都跟谁挤。 好在,魏英虽然调皮些,可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,以青横军位着的蓝氏高层们也就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。 况且,现在的蓝氏已经不再像之前散发着迂腐之气,而是充满了活力,每每刻后。 蓝青一带的呼朋引伴,在匀深的各种角落,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。 为了一个问题,争得面红耳赤,撸袖子拍桌子,比比皆是。 刚开始时,蓝启仁是看不习惯的,雅正了这么多年,突然放开了,他直不知道如何自处,又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人生的意义,整个人都沮丧得不得了。 对此,青横军和泽吴军急得唇嚼起了好几个水泡,蓝湛也急,只是他常冷着脸,别人看不出来,但日常生活上带了出来,比如,吃饭时心不在焉。 卫英最见不得蓝湛烦心,给出了个鬼注意,把蓝启仁封了修围,刮了胡子,扔到了凡人里一家有名的学院去读书。 青横军和蓝溪陈,蓝湛惊了,他们怎么没想到,给卫英小机灵鬼点赞。 事业,蓝启仁的屋子里出现四道黑影,其中一人,手闪有荧光闪过,是一把刀。 迟刀人看了其他三人一眼,另三个人点头。 迟刀人咽咽口水,然后眼神坚定,对着睡梦中的蓝启仁挥了下去。 等蓝启仁再次醒来时,人已经躺在恐梦之乡的一座有名书院的宿舍里。 看到是陌生的环境,他猛地从床上跳起,条件反射地去抓配件,没有。 再试试灵力,被封了。 这是什么情况? 知道他看到枕边的,才知道原委。 信是青横军写的,里面解释道,知道你一时适应不了蓝湿改革, 怕你在云深不知处呆的郁闷,特意给你求了一个名额, 败在当时大儒门下,出来散散心,顺便学习些新东西。 另外,别想往回跑,你修为被封了, 你身上的钱按照最低标准留得,只能保持温饱, 衣服,笔墨都给你备好了,都不用你操心,好好玩。 信的最佼佼还用特别小的字写道, 为了让你能进书院,用了你一本珍藏孤本,也算物尽其用。 拦起人看完信后,苦笑不得。 又欣慰又气,欣慰于兄长的良苦用心, 气得是居然用这种不光明的手段。 还有他的孤本啊,也不知道被拿哪一本, 哪本都是他的心头号啊。 等他回去的,家里四个一个也跑不了。 别以为他不知道,这个搜主意一定是魏英那个臭小子出的。 不是他看不起兄长和X和两个侄子, 他们没这个脑子。 他习惯性地去摸胡子, 结果只摸到了一个光溜溜的下半。 拦起人有个不好的预感, 奔到镜子前,果然他保养多年的胡子没了。 啊!书院宿舍传出愤怒的喊声,惊起小鸟无数。 他该庆幸,书院里现在没多少人, 不然不是只抄一遍礼记的事。 不过,还别说, 拦起人没了胡子后显得还挺小, 混在学子里一点也不突兀。 书院的生活很快就开始了, 拦起人的生活也开始水深火热起来。 他的学识渊博吗? 渊博多钱,不然也交不了仙门百家。 但许多年了, 他的思维已经固化, 习惯按照他的套路来。 在回答先生的问题时总是没有心意, 得了先生一个迂腐, 不知便通的评价。 看着那群他一直没注意过的凡人学子们 对于先生提出的问题不但能引经据点, 还能提出新的思路, 哪一个都比他的答案好, 身为人师的骄傲, 被打击得粉粉碎。 拦起人低沉了许久, 躲在屋子里不敢见人。 后来, 还是他十二岁的小师兄把人拉出, 带着他参加学子之间的讨论和各种文会。 拦起人才慢慢走出来, 放下百家指示的架子, 以一个学子的身份重头开始。 等他再次回到云深不知处事时, 整个人都气质都沉淀下来了, 再不见一点迂腐, 骨板之气。 清衡君见到简直是脱胎换骨的弟弟, 觉得把弟弟送下山, 放松心情干对了。 等到拦起人回复修为拿到仙剑, 对着一脸欣慰的清衡君温和一笑, 兄长, 我想我们有些事要谈谈。